吴亦凡近日深陷风波,小吉娜接连通过媒体曝光聊天记录,语音内容,力图证明旧情,讨说法。 6月24日凌晨,向太发微博这张吴亦凡,建议下次找外国妞,至少没那么多心机表往红脸。 向太称,吴亦凡毕竟是个有血有肉的男孩,有正常的生理需求。 向太声援称,我个人喜欢他是因为他长得高帅,五官比女孩还漂亮啊,见到我挺有礼貌的打招呼,男亲家庭很孝顺母亲。 有人说吴亦凡演技唱歌一般这些事儿也许都是不客观,也许是以前存在的,可是至少从之前到现在,他的演技确实在进步。 我没理由去否定一个努力的人,毕竟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,对于民心思生活那是冷暖自知的事。 说白了,无论你我多喜欢他,他也离我们很远,他干嘛都和我没关系。 我并不觉得这件事儿有什么可讨论的价值,真假与否都还不是另论。 而且别人的生活,旁人或路人也无权评论或干涉,反正就是好像普通人能干的事情,偶像明星就不可以啦。 一些人因为羡慕明星,人红钱多名气大,就要求人家不能抽烟喝酒说三话,不能化妆或乱说人家整容变漂亮。 我觉得吧,就是羡慕嫉妒恨啊。 好,就是羡慕嫉妒恨啊。